那這個我們來講他比較早期的 在那個現代美術館 那這裡有講到說是什麼西部的起點 其實他最簡單就是說 我們設計裡面會談到設計背景 他的背景是什麼 其實他為了要克服二類的環境 那他怎麼樣在這裡做一個藝術殿堂 那基地的環境裡面會介紹說 這個地方他的土質還有他的位置 是屬於比較不是很理想的狀況下 那他怎麼去克服呢 而且在克服的當中 他還要能夠融入當地一些比較濃厚的氛圍 例如我是在美國德州 那我是在美國德州的話 他的氣候是如何 那美國德州的人基本上對東西的觀感是如何 他會去融入這一些彩來做設計 那設計的手法 他講到說這是一個現代美術館 那點藏了第二世紀大戰之後 美國中藥的藝術品 那數量高達到2600億件 所以這個在日本在安藤裡面 日本以外的國家完成的規模算是比較大的一個案子 那整體的設計風格延續了安藤 安藤一貫的做法就是要純淨 就是要支撲 那以智人室外 他室內外是做結合的 我們怎麼來看他的室內外做結合 他其實在整個建築物當中 他用了一部分的清水膜以外 他用了玻璃、用鋼骨 這是比較他長時間在善用的材料 那相對的他做到什麼 透也做到了質感 他在這一棟建築物當中 他旁邊做了一個 這個是人造壺 這個是他的人造壺 可是這個人造壺在清朝地上面的時候 給人家的感覺是不照做的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一個人做人造壺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一定要做在這個建築物的外圍 而不要做在 像我們常常會想說 蓋子有啤勒水裡面有什麼好 他如果說電信不好的時候 或是說鋼骨結構不好的時候 這樣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嗎 可是他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 他想到的是水有折射 水的折射跟玻璃之間 會產生一些什麼 會產生一些語言 甚至於會有一些交錯的東西出來 那包括光 從 例如我們太陽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一直到這裡來的時候 水印在 水跟太陽這邊本身 他就會有顏色的變化 那在建築物的投射的這種縫隙當中 他又會產生這個建築物的一些 折射的跟那種靜射的那種美感 那這裡看到就是說 他用釋放還有虛實來去做 我們講虛實是講什麼呢 實的就是說像現在這個房子裡面 我們這邊都是牆 可是我們在這裡開了一個玻璃窗 同樣的隔間 可是為什麼我們開了玻璃窗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房子不再那麼的密合 其實這就是半虛 然後你會看到他用不同的角度 去拍這個房子 這一個美術館 他用玻璃圍幕的方法 用清淨的水池所構成的 來讓人家覺得他的外觀 是很單純的一個V字形 那這個V字形裡面 你說一般我們 例如你們看過我們的那個故宮博物館 為什麼他不會大面的開窗 而這裡卻會用大量的帷幕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其實點藏的東西最怕的是什麼 潮濕 對 潮濕 還有自然光 還有溫度 他會讓一個很好的一張畫 沒有辦法保存很久 可是他在這裡是做了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在外觀雖然就這樣 可是相對的他在內附的地方是做不同的 那這一個他在 他做了這一些時候 大家是會對他是有質疑的 但是他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其實他在做一個 宛如在水裡面光的盒子 因為透的玻璃跟水跟陽光 是會形成穿透感 他不希望 所有的那種美術館 就一定要是完全封閉的 他是在這個玻璃之後 微末的之後 那邊是一個走道 那電插位反而是在正中心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 他的那個熱度 乾燥各方面都有問題 所以他用水 來克服掉很多大自然上的問題 他這裡講 每天的日出時間是最能夠深刻的感受到 安恒宗雄這種敷在水上的那種美術館 這句話的時刻 那建築物外觀的那個三支的V字型 剛好正對的哪裡 他對的動發 那清晨的太陽 將這個V字型的那個行柱之間 反而硬在哪裡 強烈的硬在水面上也硬在美術館裡面 那這種光影的交織 所構成的那種完美組合 是讓人家覺得感動 那除了白天是這樣子之外 相對的在晚上的時候 他是呈現普通的 例如這邊是很乾淨快的那個綠草地 這邊是水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你看到他因為倒影的關係 真的讓人家覺得 這個建築物就是在水面上 而且他的線條非常俐落 你也想說 阿西西哥哥的東西叫什麼都漂亮 其實我們也是認為說 你要去表現看到的東西 有時候不是最繁複的 有時候是大自然給他的 這裡看到的是沒有太陽直射的時候 他所形成的 他在水面上很清澈的感覺 可是當你在不同角度的時候 這種水面會形成什麼 一片光雨有沒有看到 不再只是倒影而已 不再只是房子的那種水面延伸而已 然後屋跟屋之間有沒有 所卸下來的光 卻讓這一邊的玻璃圍幕 不會說只單獨的硬曬在什麼 硬曬在太陽下曝光在太陽下而已 然後清水膜很厲害的就是他能夠長時間在水裡面 我可以建議大家去看台南有一家早餐店 在中葉池旁邊 他也有仿清水龍的做仿 然後用簡約風來帶移 他的整個大樓的那個外觀 他的水面的流是流到 從外面建築物入門口的時候 踏進來是一個庭園 庭園經過的時候是一個小溪流 小溪流是經過那個早餐店 進到早餐店裡面之後再轉出來 那個建築物可以去看看 就會能夠了解說 安藤宗雄在做水跟清水膜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大膽來做這些 他有一點在仿他的做法 但是他把他水是帶進他的早餐店裡面 那個咖啡房 那他在有陰影的地方 他放了一些咖啡房 那個就是讓人家可以前兩喝咖啡的地方 他還是有給公眾能夠休息的地方 我們看到的或許只有這些 可是實際上他還是有規律要 規劃到綠地 可以規劃到公眾要使用的地方 那這是在晚上透光的時候 一個建築物美 其實他看起來 剛剛看起來真的有點大 有點糞糞的 有點好像怎麼只有這樣 可是因為他用回幕 用玻璃用光 然後他又在晚上的時候形成不同的樣子 那這是他的室內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綜合的評論裡面 他現在的這個美術館 你會看見說 你會看見說 安童中雄 他不以滑縱虛蟲的外觀造型 來吸引人的目光 反倒以簡單安詳的安排 建築物的量體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來呈現什麼 不只他看起來是美術館類 他還是森林公園裡面的一部分 這是他的人文涵養的部分 你會發現在那個帷幕的後面 他是進入一個地面 那個地面進去之後 就是那個美術館他們珍藏了一些物品 所以看到了玻璃帷幕 只是他的一小部分入口而已 實際上他要讓我們能夠體會到說 在看那些美術館裡的那些古音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近視的時候 是那種心靈上的一種享受 這是他的比較高的境界 這個要實際去到那裡的時候才能夠了解到 我們可以看看他在台灣做的另外一個作品 這是他的一個龍眼 他在講納古塔 為什麼人家會找他 找安藤宗雄來做這個納古塔 其實安藤宗雄他對中國的文學 對那種文學的涵養 其實你會發現在這裡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認為人死了之後的世界 而且應該是這樣子的 要見到桃花園 要見到天堂 要見到安詳 要見到佛的國 這就滿街的國歌 呃 啊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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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進入大樓台的日子 一直接到下面那個樓台 對 下面才是 紅櫻花從裡面 經過水 然後從水的兩邊渠道裡面以後 進到什麼 進到地底 人死的時候 對人對死 就是一種非常恐懼 覺得它是敏感的 可是在這裡是必要感受 公園 我沒有想到是公園 我會想到的是他進來的時候 要看到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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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廣告也幫他拍得非常好 讓他有很大的加分 好 這個地方他講說是為在於台灣 在北部的一個地方 那這裡呢外觀給人家的感覺 好 有沒有 深之靈遠 好 音樂配得也很安詳 也很舒服的 好 他整個的外型並不是很巧說 像中國人一樣 好 有很多靈靈長長 有很多重量 可是從我們要進到這個園區的時候 是要經過什麼 百發開放的地方 經過水的浮汗 飛見水的流聲 看見蝴蝶 看見鳥 這是我們人想時候的時候 人過往之後 還能夠在這個地方 可是他為什麼 很反常的就是 他是先做主高 再做進入地底 這是他非常特別的想法 我們中國人都認為說 追求佛 追求神 我們是會逐高逐踢 重陽去看的 可是在他來講 他認為人死了之後 我們的靈魂 不只升天而已 即使是在地裡面 在住的地方 都是一遍怎樣 清明的地方 所以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 很淡藍色的那種光芒 可是經過這些光芒 像到樓梨之後呢 多許光芒 一層一層的光 尤其你要住的地方 更是充滿什麼 充滿金色的光芒 是佛的光芒 是上天給你 帶來的光芒 不再只是說 人造的那種光而已 而且這個光是以太陽的自然光進來 對 這樣你沒有感受到說 他覺得 我在地底下的世界 是什麼了 其實我們佩服他的喔 佩服說 人的年齡和有力量 是會讓他增長的 增長到說 原來 人即使面對死亡的時候 可以是這麼的 安詳快樂的 好 那以上 我介紹安能宗雄到這裡 謝謝